我们来先进入 哥林多前书的第48篇 然后篇题是 长大达到完全具有 并享受基督 这篇是要从西伯来书 和哥林多前书来看 就是保罗发生在 以色列人身上的事 乃是我们的见解 西伯来的信徒 他们需要在对更深真理 有正确的信心上长进 然后哥林多信徒 需要在生命的长大上长进 因为在林前 虽然指出至少有 基督20项的丰富 然而他们需要在这些丰富上 有更多的精力 才能够在生命里长大 另一面他们也需要受警戒 不要在基督徒的赛城中跌倒 像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一样 需要长大达到完全具有 并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 那在这一段有说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可分为三段 那本篇特别着重在第一段 第一段讲到救恩的阶段 那在圣经中讲到神完整的救恩 就包括了过于月节 出埃及过红海 在旷野的旅程 神圣共备的供应 还有在神的山上与他交通 领受神圣的启示 以及建造神的居所 在过程当中 这个以色列人是被击败了 还是赢得胜利呢 这正确的答案是 他们是暂时被击败 最终是得胜的 他们得着美帝 然而因着基督徒受传统神学的影响 常会问别人 你得救了吗 但是要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 就需要来看神完整救恩的范围 是包括从过于月节 一直到美帝建殿的整个经历 所以当有人问我们得救了吗 就需要智慧的回答 你说的神的救恩是什么意思 这救恩包括了什么 所以我们需要应用 以色列人历史的第一段 那这第一段 每一件积极的事 都与基督有关 我们在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时 就会看见他们没有被击败 反之他们是得胜的 因为他们得着那地 进入那地 具有并享受那地 那在这一段历史里 我们也看到这个两代 就是第一代是由出埃及的人所组成 第二代是由近美帝的人所组成 在第一代我们得救了 但我们要以第二代进入美帝 那第一代是我们的旧人 第二代是我们的新人 那我们也经过红海受尽了 但可能我们的造会生活 也许人是混乱的 所以需要过约旦河 那借着过约旦河 就经历变化 那变化中呢 我们就像这个 在简里 经历变化过程的毛毛虫 我们有些部分是在简里 然后部分在简外 有时我们会灰心 有时又受鼓励 但在主的恢复里 我们是逐渐地从简里出来 接着在主的恢复里 我们就经历真实变化的过程 甚至现在的交通工具 还有通讯方法 都是为主所使用 好使我们在主的恢复里 被它变化 那在这个变化过程之中呢 我们也在经历生命里的长大 消除了旧的一代 好叫我们的心思情感 和意志也得更新 就是经历完全从简里出来 并得着释放像蝴蝶一样 有些圣徒听见生命的长大 也许会觉得 在主的恢复里多年的 但是却没有察觉到 自己有什么长大 那遇到这种情况 就需要把我们今天的情形 和几年前的情形来比较 我们就会赞美族 因为蝴蝶就是我的心人 逐渐的从简里出来 然后也需要留意 不要试着自己脱简 这样会造成损害 我们只要在主的恢复里 过正常的照会生活 就能够在生命里 就是稳定的长大 阿们 交通在这边 阿们 接着我们看 零前49篇 主的言席 那我们来看 零前10章 首先在14节 保罗说 亲爱的 你们要逃避 拜偶像的事 这里 他所说拜偶像的事 不仅是指雕刻的偶像 更是指更广阔 更包罗的事 所以在15节 使徒接着交通 他说 你们要审断 我所说的话 要谨慎查验 他所说的话 接着呢 在16节 他接着交通 血和生子的交通 在16节 他说 我们所祝福的福杯 岂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吗 我们所剥开的饼 岂不是基督身体的交通吗 交通呢 就是指 一同有分于基督的血 和身体的交通 众圣徒呢 彼此是一 也与主是一 那借着这个吃喝呢 就使得吃喝的人 与他们所吃的神为一 所以在17节 零前10章的17节 保罗更接着说 一个饼一个身体 我们虽多还是一个身体 我们都分寿这个饼 我们众圣徒分寿这位基督 祂呢 使把我们构全祂的身体 我们越有份于祂 越享受祂 就越使我们能够在祂里联合为一 甚至与祂成为一 那在保罗呢 也讲到旧约 他在这边提到 在18节 他讲到祭坛与言席 在零前10章的18节 保罗说 你们看那按着肉体 是以色列人的那些吃祭物的 岂不是与祭坛交通的人吗 那以色列人有祭坛 我们有言席 一个呢是预表 一个呢乃是应验 那最后保罗交通到偶像与鬼 在10章的19到22节 首先保罗交通到 在8章4节的时候 他说偶像祭物都算不得什么 但是在这些后面的 乃是鬼 是神所证悟的 那我们喝主的杯 就是有份于主的言席 使我们与他联合为一 喝鬼的杯呢 就有份于鬼的言席 使我们与鬼 全为一 所以在10章的22节 他说 我们怎么可以惹主 妒忌呢 所以他就劝我们 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那在这里 拜偶像的事的范围 比较广 包含吃喝玩 人呢 也许没有拜偶像 但也许做了拜偶像的事 可能就是重情于各种消遣和娱乐 在《创世纪》14章18节 又有沙冷王 麦吉西德 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 在已过的一周 我们与众圣徒一同征战 竭力的赢得基督 在主日的早晨 我们彼此把我们征战来的乳物 彼此共享 那也从主那里得着加力 所以我们主日的言席呢 真是要有麦吉西德这样子的图画 那有人就问我 我没有什么喜好啊 不是聚会 照会聚会 就是工作 但我不能回答他什么 但有一件事 是我可以回应的 就是我们都应当竭力的赢得 占有享受美地 主的言席呢 就是美地 我们这样子的吃 就成为我们所吃的 叫我们享受与使人 使圣徒 我们都能够享受神圣的生命 那在最后的最后一点 就是使徒 他在写哥林多前书 就是要我们从受打叉中 回到基督 回到神经文的中心 就是基督 基督 基督 交通到这里 Amen 对 一切都在于基督 然后在这一个48篇里面 弟兄们给我们看的纲要 说到在这一个 以色列人的经过过程 其实神是属于他们的 那在这里 也看见 从哥林多前书里面 启示在主的身上 实在有许多许多的丰富 那这些丰富 都启示在叫我们这一班人 也就是以色列人 能够进前来 吃的正确 在这吃的事上 也只有 一样东西 就是纳琳 纳琳所给的东西 才是真正我们所要吃的 十章的三节说 要吃一样的零食 四节说 要喝一样的零水 而且这一些 吃的 喝的 都是从这水形的零盘石里出来 也就是指的基督他自己 那除了基督他自己以外 没有别他的事物 是可以让我们能够 进前来吃 而且也不是吃其他的食物 就能够达到那个长大 长大并且完全 只有在基督里面的享受 才能够使我们长大 而且达到完全 他这里 说到一个 享受基督 在享受基督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智慧 知道说 我们所要吃的这一个基督 他到底有哪一些是 使我们能够长大 而且是长大完全成熟呢 那当然 除了这个正确的吃 他是我们一切的供应之外 就是不要接触那一些 除了他以外的 像以色列人 他们之所以会失败 之所以会倒在这个旷野 也就是因为他们 吃了别的东西 这些别的东西 相当糟糕 这就是 这就是诱惑 撒旦的诱惑 包括我们他们拜的偶像 包括他们只知道吃喝与玩乐 包括他们的行业 发怨言 这一些都来自于基督以外的事情 所以他们在旷野中 是失败的 那我们要谨记的 就是十张的 我们今天所导读的 只要借着吃以外 还要借着交通 因为只有一个饼 我们肢体虽多 但是还是只有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分寿的 也只有这一个饼 这个很绕口 但是只要我们看见说 我们种肢体 人数虽多 但是只有那一个 可以值得我们去吃的 也只有那一个饼 从这个基督里面分寿出来的 这个饼 是使我们种子体 能够联合在一起的 使我们有份于基督 来享受基督 并与他联合为一 与他成为一 在我们的这个 以色列人的见解 他们的过往的失败 是我们的见解 那我们要吃的对 吃的正确 并且也是在 同一个种子体里面 同身体里面 一起来吃 阿们 好 感谢主 这两篇里面 我是蛮摸着说 讲到这个我们 我们要借着吃喝 有份于这个吃喝 在属灵上是联谊享受 享受一面是包括吃 一面也是包括喝 特别保罗摆出 这个就是要吃 吃主的言习 主的言习里面 特别是包括 有份于这个杯跟饼 这个杯是连于基督之血的交通 饼是连于基督身体的交通 那这一段里面 保罗在林前一章 一到十三节 他就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一段历史 他们如何经过红海 然后甚至后来他们在旷野的时候 因为他们不幸的恶心 就倒闭在旷野 他说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解 然后到了十四到二十二节这一段 在生命读经也讲说这一段实际上保罗是延续前面的负担的 特别是在十八节有讲到说 讲到祭坛的交通 吃祭物的岂不是有份于祭坛的交通 那今天那个祭坛 就在以色列人 他当时他们所知这次祭坛上的祭物 那到了行元的这个祭坛 就是预表主的言席 预表主是我们的言席 在这个言席里面 我们就有份于主的基督的血 还有身体的交通 所以说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真是要宝贝 我们每个主日来 来到来聚会 在主的饼杯面前 我们不是来进一个宗教的衣物 就像有些基督教团体讲说 你要去哪里我要去做礼拜 那个观念 其实对神的敬拜 好像是差蛮多的 但是我们是到主日去 我们是要有份于主的言席 有份于基督之血的交通 基督身体的交通 因为我们吃什么 我们就有份于 就以我们所吃的就成为一 我们也成为我们所吃的 所以说我是觉得 这一篇让我们看见 我们来付出的言席 实在是一个 很有属灵重大的意义 阿妹 所以48篇这里就说到 我们在恢复里 需要在生命里长大 长大就是消除这个旧的一带 虽然大部分的以色列人 是倒闭在旷野里面的 这是一个消极的情形 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的见解 但是积极的一面 其实我们也看见神 也的确信实的带领以色列人 进到美地 所以这预表着我们救人渐渐脱去了 最终我们还是会达到这个新人 所以我们在生命里 越长大的时候 这个主的恢复就会越过越腹肌 所以弟兄也勉励我们 有时候我们都在变化的过程里 我们有一部分是在这个毛毛虫的这个茧里面 有一部分是在茧的外面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看里面呢 就会觉得有点灰心 有点失望 总是在照会生活中 有一些消极的事情 但是呢 如果我们呢 往前看 这个 就会看见 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我们其实是有一种的变化在那里 所以积极就 眼力我们 我们如果看 跟几年前的自己来看 就会看见 其实是有一种的长大 所以生命越长大 越成熟的时候呢 这就是一种的变化 这就是主所要的 那这样的变化 其实就连于49篇的痴 然后就是在后面这里就讲到了吃 我们需要有正当的吃 需要有正常的吃 因为我们吃什么 我们就成为什么 我们就与什么是一 我们就与什么有交通 我们也被什么来构成 所以当我们吃的是 这神圣的主的言习 我们当然就与主是一 我们不断的与主是一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一直的 留在他的交通里 就被他逐渐的来构成来变化 但如果我们是有份于 这个所谓的拜偶像的事 我们就会一直在这个世界里面 那我们的这个天然的生命 就会越来越强 所以这是连于我们的痴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看见 我们今天都得救了 我们可能有这样的信心 可能也是不会去吃这些 记偶像之物 但我们也要看见 刚刚姚姚姚分享的 其实这个不只是吃记偶像之物而已 甚至保罗在十四节里说到的是 更要去逃避拜偶像的事 他用到的要逃避 也就是我们需要花一点力气 出一点代价的 所以这世界有很多的事情 在吸引着我们 所以我们就需要去逃避 广义的说到这个拜偶像的事 就是用其他的事物来顶替 享受主 所以我们就需要有正确的吃 并且要去逃避这些拜偶像的事 自宗教我们在生命里能够越过越长大 48篇讲到生命达到完全具有 并享受基督 所以生命是在这个长大的过程中 我们不需要灰心 我们需要正常的吃 所以他这边提到 以色列人的历史的第一段 讲到他们是有一部分是 有一段是积极正面的 比如说是吴孝丙 随行的临盘石 活水 还有帐木 还有一同的器具 一些的都是正面积极的 甚至这一般人 所以第一代 虽然已经倒闭在旷野石料 可是还有第二代的人起来 进到美帝 只有进到美帝 才能对我们来讲 我们才完成神的心头愿望 可是借着吃 我们在美帝劳苦经营 生命长大 才有真实的建造 圣殿才会起来 才会将神的荣耀完全的彰显 所以他借着以色列的历史 能看 再给我们看见十四章 十章十四节之后 讲到的祭坛和言席 借着祭坛和言席 帮助我们 看见吃什么 就与什么成为一 所以刚刚家祥所说的 我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我就想到保罗写信给提摩泰 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 这不只是一个消极的逃避 还要同那倾心呼求主民的人 竭力追求公义 信爱和平 同样在十四节到二十二节 他不止有提醒我们 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还有更积极的是 要付主的言席 享受主的言席 当我们吃主的言席的时候 我们有正当的吃的时候 我们就与这位主 与弟兄姐妹成为一 只有当我们正当的吃 喝的时候 我们才能有正常的生命的长大 这个生命的长大 借着吃与喝 自然而然就会长大 有时候我们看 哎呀小孩子今年 现在是十一月初 怎么跟前几个月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尤其是青少年 可是你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 多几个月 多一年 你就发现时间过得很快 他们的变化很大 同样的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讲 也是如此 我们不用去自行 自己看自己 反而我们需要借着 我们的吃喝 真实的经历 我信这位弟兄姐妹 一定会看见我们 生命有所成长 这样就我们可以 满足神的心头愿望 Amen 这两篇各有一个重点 48篇它的重点 就是吃跟我们的长大有关 那我们没有正常的吃 我们就无法长大 达到神 要我们出埃及 从世界出来 进到美地 建造圣殿的目标 那第二个 也跟拜偶像的事有关 这一大段是对付 既偶像之物 那事实上 我们都会以为 偶像是外面看得见的 大概我看 以我们今天上线的圣徒们 我们应该对物质看得见的偶像 我们是深入痛绝的 有一个姊妹 很气急败坏地告诉我 她那个媳妇 这个在工会里 连抱她 那个孙子回来 身上穿的那件衣服 里面有龙 她就跟她媳妇吵架 我们大概对看得见的偶像 龙 这些我们都很有感觉 但是今天的十章十四节 告诉我们是要逃避 拜偶像的事 事实上对我们 最严重的 就是我们把敬拜神 把所谓的相调 变作像出埃及记那里所说的 坐下吃喝 起来玩耍 我们以为 那一个是在敬拜神 事实上在神眼中 坐下吃喝 起来玩耍 白是拜偶像 所以圣徒们保罗 对付这个点很严肃 他就着爱偶像的事物 跟第六章 谈到不正当的吃 他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对付吃既偶像之物 乃是连与神的行政 所以十四节这一节 这一段以后 是告诉我们 不正当的那一个诗 既偶像之物 或者说我们在现有的 这一个人生中间 有的人黏到手机 有的人追剧 甚至有的人热心事奉 圣徒们 所有这一切 若是不让我们享受 这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 严格来说 都是拜偶像的事 我们要求主怜悯 今天早上我们聚会 弟兄们后来都提到 这一支台风 看到很多的路数 都倒塌了 圣徒们 归根究底是没有根 就是或者说根不深 我里面的担忧是在这里 我们很多人并没有真正 私下与楚有接触 所以事实上是没有根的 到现在很多人是不直接读经的 不直接跟主祷告 有活的接触 今天来带领的前面弟兄 甚至告诉我们 要守住 也要建立 每天五分钟与主独处的时间 圣徒会 这标准实在是低到不能再低了 但是我怕 我们连五分钟也不一定有 第二个 这一些路数倒塌 这个岛有一个原因 就是老根太庞大 就是老树太庞大 但是它的老根断掉了 它没有长出新的根 我看到好大的那个老树 它那个被拔起来 都是路边被圈在那个框框里面 它根本就砸不下去了 所以圣徒们 我希望借着我们这样来追求生命度金 提醒我们要常常减和自己 我吃了有没有真正长大 并达到建造 我吃了 我来到主的研洗 有没有更新鲜 有没有更觉得主的亲切便利 主的供应是那么的实际 如果是没有 圣徒们 我们就没有真正在基督之血 以及基督身体的交通里面 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阿们